大家好 今天是10月8號 星期五 是10月份第六個交易店 股市表現還是反反覆覆這樣子 可是有一點看到 整個股市好像在16,390的水平 暫時回穩下來 當然錯誤看起來 股市只是稍微回穩 可是並不是真正的穩定 因為我們要等到恒征時數 不知道哪一天 能夠成功回升到10天線以上 才算是真正的回穩 好了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釋放 找到恒征時數先輕輕的高開28點 到16,373點 往後一直在這個水平左右 要進行一個整顧 而直到下午3點左右 今天最低的指數是16,249點 而最高的指數是16,464點 而大部分時間 只是都是在16,300點左右的水平 進行這個賠為 從走勢方面來看 好像感覺到股市 好像是有一點點的 錯誤回穩的情況 可是剛才我提到 我們要等 等到指數能夠進一步上升 而從而回升到10天線以上 才算是真正的錯誤的回穩 暫時股市只是整個等變而已 這季暫時還說還是先高後低 指數還是從1號的高位 1萬7,038點 跌到昨天7號的低位 1萬6,157點 等於說在五個教育天之內 指數是回調881點 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 五個教育天之內 當然881點的波幅也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那等於說在這個信下的教育天 基數上應該有更大的波幅點給我們看到 簡單一句 指數要是不能夠往上升破1萬7,038點的話 那信下的可能性當然會是在跌圈1萬6,157點 說到這一點 我們真的是要看看移動線方面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而直到目前為止 移動線方面最高是250天線 往下就是150、20跟10天線 而恒生指數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所以說基本上整個股市暫時還是在反覆 不斷往下尋找低位的走勢之中 而直到恒生指數從低位一點一點的回升 而能夠回升到10天線以上 才可以覺得整個股市好像已經擺脫了 不斷往下尋找低位的走勢 這一點很重要的 當然後一個階段 股市能不能夠上去 就要看成交方面能不能夠配合 從近期的走勢我們看到 當股市出現一個大幅度回調的時候 成交方面是多的 一千三百多億我們也見過 可是當股市是回穩穩定下來 進行一個整股之中 那成交是一般的 沒有感覺到好有什麼的大贏的買盤出現 當然一般來說 十月份都會有一些粉絲的活動 我們叫window dressing 等於說資金什麼樣都會稍微穩定 自己的投資的組合的 可是今年看起來情況是有的 可是並不明顯 像中東當然有 惠鴻當然有 太古集團也當然有 他們有回扣 可是其他大部分的股份 暫時還是反復比較低迷 所以我覺得還是盡量保留現金在手 今年故事已經沒有什麼衝擊了 我只是擔心明年第一個季度 故事可能還是會在反復當中 不斷尋找低位 所以保留相近 我們等一下不要太急 那是最好的方法 好了 下部分析就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留言、訂閱、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怎麼樣 4 4 ,5 1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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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感谢观看